大家好,我今天来讲汉语评音书入法中文打字的第18课 今天的课题 就叫做 阅音汉评 如何是阅音汉评呢? 通常 那个 广东人来说 评国语音的时候,往往有很多 出错的地方 而这个中文打字来说是需要 汉语评音,即是国语评音拼准之后,正可以打到一个字出来的 故然之,假如你拼错音 那个字就没办法可以打出来的 这个 常见的广东人拼错的字 我就略略地在这里介绍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 稍微留意一下 这件事也没办法的 不过就是 因为要学习,就要练习 也是常常练习 记忆就由心 我们常见的拼错字 好像 山波 山波来说 就是山坡 不是山波 有些人的拼错字 这是一个P字 常情 想情 就是思一云相想 不是想情 想情 外板 矮板 是矮 矮 不是矮板 火石 火石 河食 河污污哦河河河 就不是火石 借口,借口,G-E-G-A-J 就不是指口了 支援,支援,于于安渊源 就不是支缓 劳定 努力 勒以利 就不是努力 另外,就是这个 烹饪,烹饪 就是烹饪,不是烹饪 合当,CHADANG Chi-I-Chi-A-CHA 就不是HE-DANG 很多人就读了HE-DANG 搭出 TA-CHU-THA-THA-THA 就不是DA-CHU-T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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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灵 大家要多多練習 現在完成了這個18課 假如你有問題就可以去我的網站 或者留言給我E-mail OK? 下一課見,拜拜!